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今天我又给大家带来一个 韩国科技网友发的一个帖子 我们韩国的手机才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手机 现在已经居于世界的第二名销量 中国的手机远不及我们韩国的三星手机 就叫法典咱们聊一聊吧,好吧 就这两天你们也发现我连着出了三四个韩国的话题了 我不是想,我还是那句话 我不是想跟哪个国家哪个地点去较劲,知道吧 就是他们经常的去挑衅中国 这个科技网友怎么说的呢 韩国的这位啊 他说呢,现在从世界的公报上来看 2022年的一季度手机的销量比率 我们韩国的手机已经稳如泰山的坐在了世界第二把椅子上 排在我们前面的可能仅剩下美国苹果手机辣 中国的手机全部被辣在了后面 这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在不久前的几年前 中国人还在吹嘘自己的手机有多么的强大 超越我们三星手机多少多少的位置 现在来看,其实我们才是永恒的位置 我们才是最强大的三星手机 虽然中国人仍然不服气 有些中国网友在他们内部的平台上说 中国的手机就是世界上最好质量的手机 但是,为什么你们的销量赶不上我们的三星手机呢 而中国的网友说 在中国的手机市场里几乎没什么人购买三星手机 我觉得这其实也不是问题 因为国际市场的潮流说明了 欧美的网友对我们的三星手机非常的赞同 而且在美国的很多部的好莱坞的片子里 都经常出现了我们三星手机 以及三星电脑的身影 而你看看中国有几个手机会被美国大片所采纳呢 答案是根本没有 所以我就知道中国的手机在国际上 仍然处于那种最低端的产品 几乎无人问津 买中国手机产品的那些人 恐怕都是非常非常贫困潦倒的 没有资金资产能够活下去的人吧 华大红线啊 你就这么说吧 待会你看着那些欧美网友怎么喷你 哎呀 这个坛子里看天呀 老是那么大一块 知道吧 这个还是垂直的 上下垂直 我们认为的宇宙是三维空间宇宙 对吧 大家都明白吧 还没到四维空间 我们都是三维空间 这个坛子里认为的宇宙是二维空间 一头一口就上去了 待会你就看看下面怎么说吧 然后他继续说呢 所以韩国的三星手机现在仍然是处于潜在的霸主实力的位置 我们在第二名也是整个世界销量的仅次于美国的王者 所以我认为三星手机是最好的世界手机 所以中国的手机现在已经开始走向了它的末路 现在的中国手机 不管是他们吹捧的华为 还是VIO还是OPPO 这些手机其实都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淘汰 国际社会最支持的仍然是我们的三清手机 当然还有美国的手机苹果 今后在欧洲的市场上 恐怕只能见到这两款手机了 苹果和三星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朋友们应该为此感觉到骄傲和欢呼吧 到时候吧 就这玩意儿 听这么多就够了 再听就该呕了 中国还得吃饭 快11点 我就不忘了 我怕到时候影响你中国吃饭 吃饭少吃点那个稀的 多吃点甘子 要不然你稀的不够吐 回头到时候把你自己的苦汁 胆汁跟苦胆吐 你该是投诉老王了啊 咱们听听欧洲网友怎么说的吧 上个一个德国网友说 你这是什么样的理论 手机作为一种通信产品 在世界销量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值得特别的骄傲的 中国做的手机非常好啊 给你看看四部手机 都是我的 告诉你 我在德国的收入绝对够你在韩国吃一年的 我的天哪 有钱人哪 然后这位德国网友展示出四部中国手机 唯有 我看就有两部啊 唯有跟华为 后面那俩 觉得叫不上名 对对 第四部我知道 第四部是小名 中央那个 可能是什么锤 不是不是 那我不太认识啊 一共四部手机 接着一个法国网友 你这真是有点 忘乎所以了吧 在法国这里 包括巴黎 主要街道都有中国手机店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你说的电影里出现了一些韩国的三星手机 这很正常啊 电影里还经常出现你们韩国的现代车 而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 造车大王 也是手机生产的帝国 我的手机也是中国手机 我用的就是VIO手机 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又有一个外国网友 也是欧洲的网友 他说呢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的中国手机店 卖的产品非常的好 现在中国的手机分成了高中低端很多层次的产品 他们曾经销往了欧洲 以及销入了非洲 像非洲那样的国家 很多贫困地区都能用得起中国的手机 我不知道你们三星哪来的这样的骄傲和自豪 如果这件事情放在十年前 我可能会相信 但是在今天 我去过中国的很多的手机店 那你的手机最多的应该就是苹果和中国手机的品牌 所以我觉得你还是不要这么说吧 又一个德国的网友说了 挺好挺好挺好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不错 韩国的手机用起来的确是不错 不过我觉得还是用中国手机比较好吧 因为韩国的手机你用起来 我怕它爆炸 所以我一直都用中国手机 这一下意识激起千层浪 一个英国网友说 你说的爆炸的新闻 我看过BBC也曾经报道过 好像是2016年的前后吧 在中国的某些城市里面 中国人使用韩国的手机 听说屁股被炸掉了 我那时候就想赶快换一台别的手机吧 最好换台中国手机 至少它不会爆炸 花条航线啊 这个2016年老王也是啊 听完那个新闻 我吓坏了 我当时就摸我口袋啊 穿夏天就穿一条裤了 对吧 这玩意就给裤兜 裤兜里面就是 我当时使的盖子三 这盖子三外衣要是碰 我这肉就没了 我就两条腿啊 这两条腿是原装呢 没了它没地儿配件 所以忍痛 我换了一台VIO手机 从那以后 我就再也不用别的手机了 现在我基本用的都是VIO手机 包括我现在用的 我前一天是给大家展示过 那也是VIO手机 像老王这个一月 挣一千块钱的 咱俩院还能买得起 一台一千多块钱的VIO手机 对吧 至于说像底下的朋友 那当你们收入都过百万 买几十台手机 那都不是问题啊 继续说啊 然后又一个 这个 法国的网友说的 韩国人总是愿意这样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找出一点点的理由来 就能把自己吹得很大 他们总是想把自己 造成一个世界上最强 最超最大的国家 但是看看版图吧 有的时候小的 我都得拿放大镜 法国网友有点夸张了 那好歹是三千里江山的半壁啊 然后又一个这个 德国网友说的 我觉得中国的手机 其实不错 这个手机的质量也挺好 虽然在我们这里 也有不少的手机店 但是我用的就是中国的手机 物美而且便宜 我觉得像韩国的手机 还是自己留着用比较好 然后一个美国网友说 你这位博主的资料 不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给你纠正几个错误 第一 所谓国际手机销量的排行 并没有包括中国本地市场 你要明白 一个中国的本地销量市场 就相当于四个美国市场 也就是说 美国人人手都买一台三星手机 那么总需求量 约为2.8亿台三星手机 但是你知道 在中国 如果只有30%的中国人购买了三星手机 那将是3.5亿台左右 你就知道 中国是一个多么强大的消费市场了 现在这种所谓的国际手机统计销量 是不包括中国本地市场 在我们的美利坚这里 来到我们的第五大道看看 吧 这里有七八家都是中国的手机店 而且有一家最著名的华为手机专卖店 它的一己移动 牵扯到整个这条街 半壁人员的心情 你要知道我们也会排上好几个小时 去买华为手机 呀 然后又一个美国网友说了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中国的手机这么憎恨呢 但是我其实从来不用你们的三星手机 那个东西用起来不好用啊 我现在使用的就是中国的华为手机 很好用嘛 至于说苹果手机嘛 也是一种风格 但是我基本上不用 这一次购买最新款的华为手机 我是凌晨五点钟到达的现场去排队的 买到了手机的第一个感觉 我就想欢呼 甚至差点把人家的大门踹破 你这个 你这个美国老子 你又想零元购 我跟你啊 会产生误会的 然后又一个美国网友说了 说到手机统计市场 可以说这些数字基本上来源于 美国的一些商务销售公司 或者是你们欧洲当地的销售公司 按照美国公司公布的数据 而这种市场主要的范围内 就是英美市场加上你们欧洲市场 并不包含中国市场 在中国市场里面销售的手机的流量 如果加上了欧美世界市场的话 那我想你的三星可能连中国手机品牌的屁股都看不到 看我那么屁股干嘛 那是违法的 不准看屁股 可以开尾巴 然后又一个美国网友说呢 真是很搞笑 我们在美国可能 见识的没有你们韩国人多吧 这话说的够扎心的啊 但是在我们这里 我知道两种品牌 一种叫苹果 一种叫中国手机 至于你说韩国手机 哦 想起来了 一般都放在我们店里的柜台边角 不要老说实话 这个美国网友跟欧洲网友一样 脑子就一根筋 多出去看看 别老跟台子里都呆着 玩那句话 然后又一个美国网友说呢 说到手机 我觉得最有发言权的 应该就是我们美国 你去到美国的电商 亚马逊平台 再到美国的街道 看一看 中国的手机店 我敢说遍布很多 而韩国的手机店 以前曾经跟华为的店 对峙过一次 后来就快销声灭迹了 不过也有不少人 在美国使用的是华 三星手机 我要承认 但是我认为 华为手机 还是我最喜欢的 而且我现在跨越服务器 正在用中国版的 Tayout 气死谁了 然后又一个这个 欧洲的网友说呢 我觉得连美国老都这么说 那么对于我来说 我就更喜欢中国手机了 使用中国手机 不是违法行为吧 我觉得我们的法律 好像还没有限制 中国手机出口 所以我肯定用中国手机 好用便宜 这就是它的特点 然后又一个这个 德国的网友说呢 你要知道 为什么美国人和荷兰人联合起来 要制裁中国的EUV系统和它的低纳米芯片 知道这个问题吗 就是因为美国人和荷兰北欧人拦不住中国手机闯荡市场 中国的手机已经扫荡了几乎几个大洲的市场 这完全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 所以要挡住中国手机 就要让中国手机的流量开始降低 让它的产量不足 因此上美国和荷兰人联合起来 组成了这种EUV限制机制 就是想要阻碍中国手机对世界的冲击 这一点你都没搞明白 还搞什么手机市场评论呢 说的有点道理 怀了横线 因为这个低纳米EUV啊 主要现在目前还说 都是给移动中砖使用的比较多 而且这个芯片的好与坏啊 这个这个涉及到这个手机的销量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们挡不住常规手机的销量怎么办呢 就就给你来一个叫中国人叫釜底抽薪 明白了吧啊 也就是这个模式吧 然后又一个欧洲网友说了 这些话题我看根本就不值得讨论 以前中国的手机一直在榜上围居世界第一 只是现在华为和其他的几家手机公司 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干扰 才只能够排在后面 但是我想不久后 中国人又可能把自己的手机烘托起来 再有这种数据统计 是不包含中国本地市场的 因为那个市场太庞大了 相当于两个欧洲市场 两个美国市场的综合 好吧 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支持好王的X点 在网上推荐加网关注 谢谢大家